为满满一整柜的红龙果关上货车柜门 行政院副院长郑立军出席首发红龙果销日记者会 将红龙果成功销往日本 视为台湾农产贸易重大的里程碑 今天是重要的一刻 代表着象征我们台湾农产品贸易的重大的里程碑 也代表我们台湾国品外销的一个重要的突破 能够首书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那未来我们一定会持续的努力 将我们好的这些优质的红龙果能够输往日本 我们希望说至少在这几年之内 能够把我们的占比能够拉到30%以上 为了符合销日规定 在严格的检疫条件上把关 红龙果出口前必须蒸热处理 除了用46.5度的温度蒸30分钟 杀死鲜果上的虫婴卵之外 还要维持果肉品质及口感 不受热度破坏 从106年台湾向日本提出将红龙果外销 到今年第一季能出口 经历八年努力 我想这一刻等了八年辛苦了八年准备了八年 我们终于能够把我们台湾人最爱吃的红龙果 跟我们日本的好朋友们来分享 日本现在已经是台湾水果外销第一个大的海外市场 我们期待未来还有更多美味的台湾水果 可以持续的外销到日本 郑力军指出台湾水果越来越受国际市场肯定 这次红龙果能外销 也象征台日友好关系的升温 如今日本成为台湾水果外销的第一大国 去年金额更是突破3000万美元 占外销比例约五成 郑力军期待红龙果销日能再造风潮 也盼台湾擦亮水果王国品牌 继续走向世界 新唐人亚太电视秋天喜黄雁玲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